恩将仇报 杜兰特在训练中指导爱德华兹头三分 华子竟在训练赛格扣回应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 美国南兰已进行抵达法国后的首次训练 此前因伤缺席热身赛的杜兰特也参与训练 并在训练中贡献精彩的溜底线反身爆扣 看得出杜兰特恢复得很不错 这让我们更期待完整体美国队的实力和表现 在这支美国南兰阵容中 即将23岁的爱德华兹将杜兰特视为自己的偶像 并在今年季后赛率队淘汰了杜兰特所在的太阳队 而杜兰特也很关注这位迷地的训练和比赛 在爱德华兹进行三分训练时 杜兰特看到华子投丢了一记三分 当即向后者比出投篮手势 指导他关于投射三分的技巧 两人随后便投起三分 还做了一些简单交流 虽然爱德华兹将杜兰特视为偶像 但他在训练对抗中可不会手软 一张格扣杜兰特的照片引爆网络 虽然不慎沦为华子格扣的背景版 但杜兰特本人很看开 他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回复相关动态 用梗表示自己尽力了